我發明了這種可以旋轉的雨傘 我濕不了肩膀 我一直在研究一個小板凳 直接蹲下就可以 它會卸掉人體大部分的力量 我叫手工港 今年31歲 現在主要做一些補絕鋼的製品 想發明小創造之類的 綽號現在很多吧 搞定愛迪生或者是手工環少皇 我學的 現在我就是初中畢業 畢業之後就去跟隨我們所有的老師傅 去北京去打工 主要是盤接管道 去年年初 想回家 創業也算是賭一年吧 從小對一些鐵器 感覺也比較有興趣 男人嘛 感覺比較喜歡有點硬的東西 做一些比較像鐵的拖鞋 還有一些不去鋼錢包 彈弓之類的 發在網上賣 我的靈感一般都是來源於生活 有一天發現家裡的菜刀燉了 扔得快可惜的 所以說廢物利用一下 做了一個菜刀手機殼 用這個手機殼打電話 感覺非常拉風 你可以一邊切菜 一邊看電視劇之類的 也挺好的 菜刀除了可以做手機殼之外 還可以說做成梳子 自從用了這把梳子 就沒用過別的梳子 有的朋友說說梳頭髮得把頭皮梳下來之類 其實不會的 貼著頭皮 感覺疼的話你就輕一點 傳了好幾代也用不壞 那挺好的 這個可能說最近比較受歡迎的一些小玩意兒 我管他叫老瓜幫輔助器 但是說好多朋友都叫友誼去世器 以前我做的時候就是普通的一個手指 力量比較小 所以說又增加了三個堂皇 如果說有朋友拿這個跟你開玩笑 那肯定是你們的友誼肯定是比較深厚的 可以達到一個兄弟之間的友誼 這是我做的吃西瓜 機殼用的吃想身體專利 這樣吃的時候就汁留在這個小河裏面 這裡還有一個就是說兔子用的 我感覺是非常方便 不知道為什麼也說做的沒有用 因為我比較喜歡看電影 也是一個漫威迷 對於雷神的那種索爾的一個錘子 非常喜歡 自己就做了一個雷神錘斜胯包 不像棒錘是那麼長的 比起我做的東西了 朋友們更喜歡我看一下我的視頻 現在關注我的朋友可能要200多萬吧 播放量也應該是可以了 網絡這東西對於我們農村來說還是一個新鮮的產業 凝聚,很是不理解,覺得我是不正宴 剛開始做直播的時候 肯定基本上沒有什麼收入 甚至賠錢 我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這麼受人歡迎 太厚,頭髮透過 這麼紅 我靠近 不行 大家說我的發明來源於生活 卻完美地避開了生活 對我的評價就是說 做的東西沒有用 燒黃出品,綠出廢品之類的 只要他們開心 我做的東西就算是有用吧 不錯 dose 你 戯